上海去年因为疫情要拉动消费 所以搞了一个活动叫五五购物节 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楚这个五五是因为五月五号呢 还是五点五折呢 还是什么意思 反正稀里糊涂的就有这么一个活动 去年还发了几轮的这个消费券 大家抢啊抢啊 我是一次没抢到啊 我们家里有人抢到过 但是确实用起来也很鸡肋的啊 到超市里面去花啊 也消费过了 也算是薅到过羊毛了 赚到了 而今年呢五五购物节会继续的进行啊 那今年的购物节叫全程打折记啊 基本上都是靠打折 所以就没什么劝了 有劝呢让你去抢的那些劝 要在什么小程序上啊 微信小程序上啊 或者什么地方去抢啊 而且数量也不大 也几万几万张券啊 对于2400万的上海人民来说 这个确实杯水车星啊 所以今年基本上啊 你们都知道有五五购物节 也都想购物 但是今年没劝呢 没有这个钞票 没发钱 这怎么回事 所以全网都在盼望着 等待着有钞票从天上飘下来啊 下期再见 再号码 你再号码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